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教学的岁月 除了小朋友的成绩之外 其实最重要的是亲师生三方面的相处 静武老师归纳成七点 也就是说除了课业之外呢 我们亲师生相处还有情感力 表达力 思辨力 生存力 美感力 沟通跟觉知的能力 一般来说呢 静武老师常听到家长反应 如何跟老师沟通 如何讨论一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天天去上班 如果能够让小朋友 因为毕竟静武老师也当过学生 如果可以让小朋友觉得我天天都是来天堂 谁会想要待在地狱呢? 因为我们自己都当过学生 我们都希望天天去上课的这件事能够开心 或许两岁上幼幼班 我们可能一直求学到二十几岁 人生有非常长的时间都在学校求学 所以班级经营 亲师生的关系就格外重要 其实这本书我想要还原静武老师在班级课堂上的教学样貌 举一个例子 其实我很在乎思辨能力 通常在学校班级问小朋友问题的时候 在高年级很容易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问小朋友 小朋友会直觉跟你说不知道 然后如果你在接触问他 他就会说为什么问我 如果你再问 再给他引导 再问 他会说为什么你不去问别人 所以我会发现呢 学生可能是不知道 也不想思考 所以我觉得思辨能力是可以培养的 越难的能力 越要提早培养 这部分静武老师在新书里面有详细说明 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是 这本书包含了整个年度 上半学年度的美感力 也就是母亲节 有关母亲节的教学 跟下半年度的重头戏 万圣节跟圣诞节 还有平常需要班级经营 有关的教学布置 情境布置 我觉得教职是一个很特别的行业 它有着比赚钱更重要的人生意义 我将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整理成七大心法 希望呢 小朋友可以专心上课 家长可以安心 老师也可以开心 请大家支持静武老师的新书 让学习 教学 生活疲于分明的你 给力 再给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